大家好,我是芒果 上一支视频的评论底下有很多人点赞 说想看我录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 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录一个get ready with me 边聊天边化妆的视频 这个呢,是我完妆之后的效果 如果你们对这个妆容感兴趣 然后想了解一下我最近的近况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视频里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测试一套这个刷子 这个是一个国产的品牌叫做Maisco 它加了公关之前寄给我的 它加在淘宝天猫有寿 给你们看一下它家这个刷包 我觉得超级好看的 而且这个布料是比较厚实的那种 就很有质感 上面还有闪闪的金亮片 这里是一个类似于玉佩的感觉 然后这样子把它拆开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十支套刷 记得我已经很久了 大概已经有一个月了吧 我洗了一次以后就一直没有用过 想说就是找机会在镜头前面 跟大家一起来试用 我现在脸上呢,已经上好了防晒跟妆前 那我们直接就进入粉底液的部分 那因为今天我们要测试这个套刷 所以粉底液呢,我准备用这个 Makeup Forever的这个水粉霜 它这个水粉霜就是比较适合用刷子来上嘛 那我准备用到的刷子呢,是这一支 就是一个斜角的粉底刷 我一般这个粉底液的用量是两泵 上支视频我也讲了嘛 就是我最近是在广州 很多人就想让我出那个广州的家的room tour 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呢 就是我应该不会长期住下去 就是只是我一个短期的暂时的一个住所 我应该不会出在这个房子里面的room tour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很小很小 就只有一个房间,海光很不好 因为它没有一个窗户 它有阳台,但是没有窗户 我现在是开着两盏黄,就是开着两盏黄光的顶灯 来给大家录视频 所以说视频可能会有一些色差 我觉得这个刷子还蛮好用的耶 很好推移 而且刷毛很软很软 对了,这两天广州降温了 现在广州的气温大概是20多度吧 就不到30度了 很多小伙伴就都已经入冬了 但是广州现在还是在大概夏天跟秋天交际的季节 如果你们听到外面有雨的声音的话 就是外面在下雨,下的还挺大的 好,那我粉底就上完了 我觉得这个粉底刷真的还挺好用的 我以后应该还会再接着用它 正想我用的还是美宝颜的这个Fit Me 然后它这个套刷里面没有配遮瑕刷 所以我准备还是用这支粉底刷来上遮瑕 我今天早上6点半就起来了 我发现我最近生活中很奇怪 因为我这段时间经常需要早起嘛 每天又在外面奔波 然后就很累 晚上就是一回家就要睡觉 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只想睡觉 然后前几天都睡得挺早的 这几天呢因为稍微闲一点 所以说睡得就比较晚一点 但是我还是就每天早上6点多就行了 所以说我现在给你们录这个视频的时候还很早 现在才 看一下 现在才8点37 我今天呢是要跟我的大学室友 他们两个现在也在广州读研 然后我要跟他们一起出屋去 所以说就说早起来画一个妆 这个粉底刷真的很好用耶 不过如果你是追求那种高遮瑕度的遮瑕的话 应该不适合用这个 因为它会把你的遮瑕推开 鼻子这里就是毛孔比较大的部分 我会用点按的方法 就推开之后再点压一下 把那个粉推进毛孔里 散粉我用的是Laura Mercier的这个散粉 你看我的头发有多翘 那我们底妆呢就完成了 接下来进入到眉毛的部分 这可以做眉刷也可以做眼线刷的这种小刷子 我用到的是Maybelline的这个Master Brow 有没有感觉我嗓子就有点哑 是因为我刚起床不久 昨天我跟我在大学室有两个人 我们三个人去唱歌了 我们昨天大概唱了五个小时吧 就我们三个人 然后我现在嗓子超级哑的 我感觉都说不出来话了 我来广州之后就虽然每天都过得很累嘛 但是我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有朋友在这边 不管你到一个多么陌生的地方 只要你有朋友在 你就会觉得特别心安 平时的话我们就自己忙自己的 然后等到周末啊或者是我们都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一起出来玩 随便吃个饭什么的也都特别开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当你跟朋友的关系 就是好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们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我跟我的室友们也就很久没见了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都没见过了 见面之后还是有很多话可以聊 检验两个人友情 有没有达到一定进阶的一个标准 就是不管你们聊什么都不会觉得尴尬 就算你们两个见面了以后 什么都不说话就在那坐着 自己干自己的事情也不会觉得尴尬 你不用担心他有一天会因为你 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他 你们俩的关系就变差了 今天是用眉粉画的 我觉得画出来的效果也还不错 还挺自然的 鼻影我还是用那个Mac的这个wedge 这种比较大一点的眼部刷 寄给我的时候都有一点炸毛 就是我洗过一次 但是还是有一些炸毛 鼻影我就用最大的这一只好了 今天呢我就准备画一个 比较随意比较简单一点的眼影 对了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剧啊 我最近在看白夜追凶 然后我没有会员 所以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完 你们不要给我剧透啊 潘月明的演技真的好好啊 而且这个剧的情节就是 一点废话都没有完全不拖沓 你们最近如果有看到什么好看的美剧的话 也可以给我推荐 其实一个人在家的话 就如果你不放出一点什么声音 不看看剧 其实真的家里很安静很安静 我最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放视频 之前微博上不是经常有人讲 就说自己的爸爸 躺着沙发上看电视睡着了 把电视一关上 他立刻就醒了嘛 我觉得我现在就类似于那种状态 又有一个毛 然后用一下NARS的这个Cordura 我好像是第一次在视频里面运到它 说过睡觉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晚上睡觉之前 要听着一点什么东西才能入睡 感觉特别安心 其实他家寄给我这套刷子之前 我就有看过这个品牌 但是不是看别人推荐的 我是在淘宝的那个免费试用的 那一个板块里面 看到过他家的刷子 如果你们还没有试过 淘宝的这个新功能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新功能啊 应该还蛮新的吧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我在微博上讲过 就是我之前抽中了一个吊灯 就是家里用的那种顶灯 我寄回家了 然后我来广州之后他才寄到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好多大牌也会有 虽然说我抽不到 就什么兰扣啊 SP2啊 兰面啊 都有参与那个活动 他家的这个眼影刷 真的好爱掉毛 然后我准备还用刚刚的这个眉刷 占取一点这个NARS的这个深色 来画一个眼线 今天就不用眼线笔了 一切都用刷子来完成 之前很多人跟我讲说 想看花爪的视频 做饭的视频 因为我现在已经来广州了嘛 然后花爪当然是在家里 所以说我根本就见不到他 我也拍不了他的视频 然后我现在住的地方呢 也没有厨房 所以也拍不了做饭的视频 所以这两个视频 可能都得再等一等了 我发现我的狗圆 真的比人缘要好很多 就是也不是说我人缘不好了 但是我的狗圆真的特别好 就不管在哪 那种小狗狗都会特别喜欢我 我之前不是跟我妈一直 在跑装修吗 邻居家有一只小泰迪 就对我特别热情 就每次看到我都来跟我打招呼 就感觉我是她的主人一样 这个眉刷用来画眼线 也还挺好用的 昨天我跟我的大学室友 在我家看了那个 西班牙的那个电影 看不见的客人 我觉得超好看的 很精彩 然后有种让你意想不到的感觉 从名字上看出来 就比较像之前很火的 那个消失的爱人 类似于悬疑的那种感觉吧 就容用这个好了 这个斜角的修容刷 还是用Benefit的Hula 什么时候才能把它用完呢 我就急死了 我自己是很喜欢看那一类 就是悬疑类的 还有就是行针类的 比如说像白夜追凶那种 不像那种情情爱爱的那种剧 很容易看腻 上一支视频有人发现 我左眼变了变大了 是因为上支视频 我贴了一个那个双眼皮贴 然后今天我是没有贴的 所以说可能又恢复了大消炎的状况 刚刚是联通的客服给我反馈那个改套餐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的手机是异地的嘛 然后我的号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办的 就它好像有一个什么集团的套餐 它就一定要让我回长沙的营业厅去办 然后我现在又回不去 我就觉得很烦 你也不可能让我就为了一个手机号 就买个火车票 然后回长沙再买个火车票回来吧 所以说我就觉得很不人性化 最近的修容就比较喜欢打得比较高一点 就到全部这边 腮红我准备用这个SLEEP的这个单色腮红 我的色号是Flushed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 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SLEEP加的腮红都超级显色 所以说一定要少量的占取 我觉得这种颜色比较深的腮红 就比较适合打的位置比较高一点 今天的腮红好明显 唇膏今天准备用Colourpop的这个Eco Park 唇膏合集里面没有出现它 当时寄了一箱东西回来嘛 然后我是出了这个唇膏合集之后 才收到了这箱东西 这个唇膏的颜色呢就比较裸一点 比较百搭吧 你搭什么颜色的眼妆都可以 我这个头发一直翘在这里 就没办法 它就是不愿意好好的behave 头发放下来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最近比较喜欢把头发这样斜着分 就显得整个头发稍微比较蓬松一点 最后呢就跟大家反馈一下这套刷子的使用感 说真的我在用这套刷子之前 我并没有对它抱多大的希望 这个刷子的品牌我之前也没有尝试过 然后也没有看别人推荐过 所以我觉得就大概就是一般般吧 而且它又是纤维毛的嘛 但是用下来我觉得这套刷子真的真的很不错 而且我在天猫上看了一下价格 大概也就是一百多块 就真的很适合新手来用 除了这支运染刷和这支比较小的这种 我没有用到以外 其他的刷子全部都用到了 黑色毛的这几支面部刷真的真的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这个粉底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就是用Sigma的那个F80吧 上这个Makeup Forever的这个粉底液 用了好几次 我都觉得有一点堵毛孔的那种感觉 就是上了脸之后会有白芝麻 但是用这个纤维毛的刷子来上呢 反而就不会 而且我今天用下来就感觉也很好推开 使用感也非常好 就非常非常的软 蜜粉定妆刷这样的 这个刷毛也是非常非常的软 而且它这个尖尖的头就很适合去定你的眼下 对 这两支刷子是最喜欢的 斜角刷呢也很好用 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小 这个腮红刷这个头有点太圆了 如果它能做成像Sigma的那种 就是比较扁头的腮红刷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然后眼部的刷子呢 有两支是我是今天没有用到 所以说我就不评价他们 那这剩下的几支 这两支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一个是它这个斜角的这种 眉粉刷 也可以用来当做眼线刷 还有呢就是这一支 占取上色的这种刷子 我觉得这个刷子也非常好用 而且我刚好就缺一支这种 那剩下的这两支刷子呢 比较大比较蓬松一点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很炸毛 而且它们两个会有掉毛的情况 那这两支刷子我就觉得 没有那么推荐 不过总的来说呢 这套刷子我自己觉得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甚至如果你不是新手的话 入这样一套刷子 我觉得也都还挺值得的 而且这个刷包真的也非常的好看 非常精致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拉链格 也可以用来放一些 化妆棉啊 上妆海棉啊 气垫粉扑之类的 我觉得也挺实用的 然后出门就带这一套刷子就好了 哦对了 还要讲一点就是 如果你很追求那种 很好的手感 很重的刷感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它这个刷感就是 比较塑料的那种 很轻的这种刷子 但是带出门的话 就不会很重嘛 那以上呢 就是这次的 get ready with me 边聊天边化妆的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视频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的大小眼真没救了 之前的视频有很多人讲 我两个眼睛的眼妆不一样 其实我画的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眼睛是内双 所以说它比较吃眼影一点 这就是我的妆容在自然光下的效果 我现在走到阳台这边来给你们看 之前是因为顶上有两个黄光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点色差 拜拜 拜拜